我发现做了时间长了以后 会出去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两个妃女在这样转 这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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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妃女在绕着自己一个组也在转 妃女在自己旋转的同时 那个方向也在有规律地在转 有规律地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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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指的风向有规律地在变化 有规律地在变化 也就刚才我说了良妃的这样 然后慢慢慢慢 像交叉到一块的风向 然后又就互相垂直了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就风向就这样了 然后就交叉不到了 然后就反过来了 一直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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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做实验呢 在做实验 做实验 做实验 看看那个飞地之间形成的空气 有什么互相有什么影响 飞地之间对形成的空气有什么影响 对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就发现如果这样的话 对向外的推力很大 如果这样的话 就对向外的推力很大 反正推的力量就很大 这样推的力量就很大 反正推的力量就很大 这样推的力量很大 所以他们要需要产生大的力量的时刻 比如说形成那个潮汐现象的时刻 形成潮汐现象的时刻 它就会有两个飞地往下 用两个飞地来压水 用两个飞地来压水 两个飞地来压水 所以啊 所以啊 你看到吧 刚才我说两个飞地 两个飞地这样转 互相直接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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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碰面啊 碰面碰面 他们对风啊 对着吹啊 对着吹啊 你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个周期啊 有个周期啊 有个周期的规定啊 有个周期的规定啊 如果设置在28天就在28天 一个周期把它走完 如果设置成改成36天呢 哎 就变成36天的一个周期 那什么 那个就是潮汐现象的那个潮汐啊 这个就是潮汐现象的那个潮汐啊 这个就是潮汐现象 我们所说的潮汐现象就这样啊 我们所说的潮汐现象就这样形成的啊 原来是两个飞地啊 两个飞地是互相在旋转 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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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旋转啊 就对着不同的方向在旋转 对着不同的方向旋转啊 啊 星转 histor 虽然啊 这里面有两个看意啊 一个是以前的潮汐现象 现在呢 改它 改了另外一种潮汐现象的时候呢 另外一种潮汐现象啊 可能要改成另外一种潮汐形象 另外一种潮汐形象是把那个时间周期改了 放在那35到36天 这样的时间原来是28天 它那费铁不是运转了 直到吹风方向 这个我说的吹风方向它一直在转 转的同时把那个吹风方向再换 吹风方向再换 吹风方向再换 现在呢 现在把那个吹风方向 把那个吹风方向 把那个吹风方向换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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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这样 好 再见 再见